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正向分析九中聚》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和网络片 《正向会沙烂气》和主持人记得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陆分享出去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先读一读常山赵子龙的留言 他说现在看无线正在做公益金直播 唱歌唱歌和唱歌门到秋金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你看惯了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譬如你经常看叶柳的照片 人家的群组,你现在经常传那些叶柳的美腿照片 你看看真正的美女,有些人是没有反应的 不过不是我,我一定要说 你不要看那麽多,或者听那麽多重口味的东西 如果听惯了那些重口味,看惯了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你回不了头的 而且你吃惯这些重口味的东西 其实你是回不了头的 其实是 那 卡春杰就说,可怕这些老人家在香港很多 舅父的叔叔也是这样 他们有个理念就是 想年纪大都有人照顾一下 那没所谓的 如果那个女人真的不是要欺骗所有的钱 然后就走了 那这一件事是可以的 那你说,那些女人是欺骗人的 就是有系统的欺骗人的 欺骗完人之后 拿了钱,然后就跟她离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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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认为是有的 就是新加坡之前也有这些 但是这些不是佔多数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 那 现在讲一下邦邦马克OS 邦邦马克OS 邦邦马克OS 他又去香港里拉论坛 那他在香港里拉论坛那里 就发了一些狠话 这个人 最初的时候 有人都认为他是 亲中的 那其实 现在很明显他不是 那 而且邦邦马克OS 他放的狠话 其实 这个是 我的看法 这个狠话 是有点离谱的 他在香港里拉论坛那里说 如果一些任意的行为 导致菲律宾人 不单只是军人 还有菲律宾平民被杀 这个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 我们认定是战争的行为 因此我们会作出相应的回应 还有我们的盟友 其实我们的盟友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佬 这个邦邦马克OS 就说美国佬相信会採取同一标准 那 当然 菲律宾人在最近的冲突里面 也有人受伤 但是没有死人的不幸 如果到了这样的情况 帮帮马克OS 他就说我们会破釜沉舟 我是不是说现在画了一条红线出来 他说是 这个差不多是红线来的 其实 帮帮马克OS 他其实是颠倒黑白混淆是挺 其实是 本来 在南海的争端 大家有协议的 就是东盟和中国 一起解决了这些 有关领土或界的争端 就是在南海的争端 就是在南海的争端 小马赫斯 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 是破坏了 这个地区的规则 还有 菲律宾他经常说一件事 他就说 维护东盟 在南海的中心地位 其实是假的 现在 帮帮马克OS 他做的事情 主要是强化 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 还有 波波马克OS 他做了一件事 现在基本上 就是借 这个事端 也是去 cap 美国佬的钱 美国佬也不是傻的 美国佬当然是 开Holland Bank 给你 叫你 喂 你现在 加入我们这里 我们就 投资到你那里 投资几个范畴的东西 这些他投资什么 我之前在节目上有说过 免得再说一次 那 但是 那个银马 就不会有1000亿的 有些传闻就说 1000亿 答应了1000亿 1000亿 是要很多年才有1000亿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只有10亿左右 端股是只有10亿左右 其实是 那现在 就是南海的问题 现在国内有个专家 也有出席这个 香格里拉论坛 那国内的专家叫做 何磊 这个就是 中国军事科学院 原副院长 他就说 南海问题很大程度 是域外国家的挑拨 就是跳梭造成的 他们才是南海问题的插画者 制造者 但是 当事方 我也说过实情 当事方 其实 他们当然想 拿到大部分的领海 其实是 他们的领海主张 现在东盟里面 大部分国家的领海主张 其实是 进入了中国九段线里面 这个就是 複杂的问题 因为九段线 画了那条线 其他国家是不承认的 现在这个九段线的主张 其实 我也说过实情 这个 你说是否大家接受 我就告诉你 现在世界上 只有中国人 和国家 强烈要求这个九段线 或者之前是 十一段线 这件事情 是中国人会认为 这个全部都是中国的地方 但是 这个问题就是 实际的 南海其他国家 他们是不同意 九段线 十一段线的事情 他们全部的主张 都是 深入 九段线 十一段线 越南 也是 马来西亚 也是 就是 就算连印尼 也是 印尼也有关 是的 印尼 其实他们领海的主张 是进入 九段线里面的 所以这件事情 是很复杂的 文来也是 更复杂的就是 这件事情 还有菲律宾 菲律宾也是 他们的主张 也是去到九段线里 很进入的地方 其实就是 因为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它有200海里 专属经济 它们全部都 全部都进入了 200海里 但是问题就是 一旦都进入 九段线里面 是这样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的 粗销说 菲律宾朋友说 我知道 不要相信菲律宾人 被殖民时期 海南当年是没有主权的 其实南海问题是很复杂的 我的看法就是 南非是人类命共同体 就是菲律宾想抢黄岩岛 其实黄岩岛的地方 是很近巴拉旺岛的 其实那时候 巴拉旺岛 在杜特尔特的时代 就有很多唐人 就走了去投资 那里呢 就是在巴拉旺岛 那时候 还有一些唐人 是有钱到 在那里发达了 就像李嘉诚那样 人家叫他做巴拉旺岛的李嘉诚 那时候 就有一些project 就是跟香港某些人在这儿搞的 其实是 不过现在全部都坏了 其实是 这些领土争端 其实说真的 对做生意的人 是什么好处都没有的 现实就是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 当然现在 中国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就是一定要九段线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那个九段线 那个事实就是 去到别人很近的地方 就是 现实问题就是 九段线真的去到很近 就是菲律宾的地方 那现在 其实大家应该 坐下来谈 看南海应该怎么做 其实是有一个南海的 行为准则的 中国和东盟的国家 是同意了一件事情 但是 现在当然 真的很麻烦 我就告诉大家 有些事情根本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 有些国家已经声明了 就是不承认九段线的 最早做这件事情的 就是澳洲 澳洲比美国还早做 澳洲一早就跳出来 不承认九段线的 那时候就是摩仲渣 这个是最早跳出来说的了 我们不承认 那 美国佬也不承认的 现在加上盟友 那 当然是 鼓动 南海的诸国 可以说是东盟的诸国 都是 反对这个九段线的主张 其实是很麻烦的 这些是很麻烦的 那 所以澳洲说 菲律宾工人姐姐都担心 其实在香港就不用太担心的 一国两制 就是不会说 大家有争端 然后在香港就 那些人都赶走了 那些菲律 我不认为香港会这样做的 就是我的看法 我不认为会这样做 但是其实 在南中国海 那个 增端 其实 是很麻烦的 因为 有太多实质控制的 倒序 就是 在九段线里面 实质控制的倒序 都不是中国控制 所以我就说 这件事是很复杂 很麻烦 南海 其实 大家抢什么 就是抢资源 其实 理论上 就是很丰富的 资源 如果 大家一起 共同开发 其实 大家都有好处的 当然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有战略地位 但是战略地位 如果大家商讨好 谁看场 其实整件事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就是 如果 看场 看航线 现在是美国佬看的 那 好了 现在美国佬把部分的地方 给中国人看 其实是没事的 其实是美国不愿意这样做的 这个现实就是 你不要把整个南海 给中国看场 其实也不需要 你把部分给中国看 其实这个问题 我认为已经解决了 其实就是 其实中国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就是 其实中国是因为 可以拿到 比较 多的历史证据出来 证明 南海诸岛是属于中国的 那 其实周边的国家 他拿不到 一些历史证据出来 他只是拿到一些 推论证据的东西出来 所以 中国的主张就是 这样 中国就有 历史权力了 对南海 还有就是 事实上 中国现在是控制了很多岛序 和之前打仗也是中国成为的 在南海 打仗 但是 中国就愿意跟 南海诸国 用双边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 主张 主张 中方是有历史主权 在争议解决之前 可以共同开发 南海的资源 其实这个已经是 中国作出了最大的妥协了 其实是 不过 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情 不只是中国和菲律宾有矛盾 其实中国和马来西亚 和文莱 和越南 都是有争端的 文莱没有说那些岛是有主权的 但是 它声明了一件事情 它是有大陆架附近的经济海域 还有印尼 它和中国是没有倒序争执的 但是 这个大陆架 就是印尼的大陆架 就进去了 九段线那里 它进去了九段线那里 那里有天然气田 那里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事情很复杂 还有印尼 它是和日本签了约的 在2016年的时候 它是有 一个合作的共识 就是和日本合作在海上防卫 和搞基建 它是这样的 还有 就是 告诉大家 还有其他国家搞局 为什么有其他国家搞局 好像印度那些 印度呢 他说的一件事就是 南海 是全球公域的一部分 它是 这是公海 就是九段线的主张 印度也不承认 日本人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就是 就是 我就告诉大家 有些事情 很复杂 就是 这个南海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如果 如果不能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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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 中国是在这件事上 在这件事上 那 那 那 周蕭就说 今天看奥斯丁说话 就是这个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说是因为美国 作主 其实 哈哈哈哈 美国佬 就说他们有责任 好像不是他们作主 如果没有记错 他是说 他为什么要出声呢 就是因为 他要确保美国的利益 不会受到损害 他是这样说的 那 正棍分类型就说 你控制得多 倒罪 别人就眼红你 加上有人闪风点火 其实 日本是这样搞 美国是这样搞 印度是这样搞 还有 说真的 欧盟也是这样搞的 欧盟其实已经购买了整套印太战略了 就是欧盟其实已经 跟美国是连成一戏的 这个是川普走了之后 他们就 基本上 就购买了拜登现在做的事情 这就是德国佬做的事情 其实 南海国防行为宣言这件事情 就是02年的时候签的 其实大家都签了 不过问题就是 事实就是 这个地方是什么都未解决 所以很难搞的 现在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其实 有些事情是很难处理的 你问我 是不是九段线应该坚持 我认为 是要坚持 但是 也不是不能谈 因为 因为 你现在的 领土 那里 是九段线画了在 但是 大家一看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 离开 中国本土 就比较远一点 九段线黏得很迫 其他南海诸国的海域 以及他们的地方 其实黏得很近的 如果大家有争端 其实我认为是正常 我的看法就是 当然原则上 当然是要 承认九段线或者十一段线 原则上是要承认的 但是 可不可以 各自部分的争议 共同开发的资源 大家可以拼一下经济 那 我也认为是应该的 这件事情 那算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晚节目时间到这里 明天早上 第一线再见 就这样 拜拜 我看了 大家看了 我看了 今天 我看了 这是 你 我看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